四人五名 美 美酷 洋溢的 蛙子 太变胖了 I'm not in my way You give me a phone call I'm not in a million 拉香被很多明星认为是身份咖位的象征 当然我们说的是杜莎夫人拉香馆 而不是那些房地产商自己做的又好笑又可怕的山寨拉香 因为呢只有在某个区域内或者某个行业领域内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成就 才会被杜莎夫人拉香馆邀请 原本呢大家去看拉香馆就是许品跟那些有点年纪或有成就 但是生活当中又很难看到的人 跟他们拍拍照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小鲜肉小花蛋们 都被做成拉香之后啊 这拉香馆的化妆整个就突变了啊 重灾区就是小鲜肉们 看看陆寒的拉香每天都有一大批的迷妹 排着断句亲偶像 我亲我亲我亲亲亲 我想推倒他 嫁给他 谁不想呢 别说这是拉香做的了 想想看你亲的 朋友可能是之前很多人流下的口水 难道不是恶心吗 因为他受不了那么多疯狂粉丝的口水战 那陆寒的嘴呢也是被亲掉了一层皮 另外一位小鲜肉羊羊的拉香呢也没好到哪里去 不过呢他倒不是被亲 而是脸上被划了一道口子 有人说是黑粉干的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心理才会去干这种事啊 太可怕了 不只有男偶像女偶像们呢也是 没能躲开粉丝的魔爪 比如某地产公司促销活动时做的这个拉香 虽然是山寨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范园身上的衣服给直接扒了呀 你看这男的手啊 还有更大胆的人敢对娘娘动手动脚还动口的 缓缓被粉丝这样强吻 应该刺他一帐红吧 那Twins两姐妹的拉香也曾遭到两位男性粉丝的公然非礼 而且表情也是相当的猥琐 还有张伯芝的拉香也被疯狂的男粉丝轻 只是不像陆寒的粉丝仅仅是亲嘴而已 而是直接亲了 哎真的是辣眼睛啊 你们真的是连拉香都不肯放过了吗 我们来听听男大声女大声 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变态 变态啊 你变态的吧 有点谴责吧 就算是辣香 它也代表那个明星的形象啊 变态啊 还不算特别变态吧 他们可能有个人的艺术癖好了 晃那又不是真人吗 你觉得变态吗 我啊 变态 也不会啊 也不是真人嘛 也没有温度啊 真人那就 刚刚是上去摸他的鼻子 要个拥抱啊 啥了吧 变态 不是啊 你说真人就辣香呀 辣香我不肯去抱辣香的 太恶心了 我觉得了 对吧 不能接受 生气肯定是会的啊 我其实还好 我觉得人性并不是本善的 救他 不会吧 又不是真人 待会我可能也会摸啊 人比较少的话可能是吧 会生气吧 但是还是要看那个 我喜欢的那个明星他本人 自然物品啊 包吧 玩具吧 师傅宝 喝水的杯子 可以拿钱给我吗 内衣 内衣啊 太变态了 那还是裤子吧 手套吧 现在好冷啊 亚蜜的私人物品吧 他会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袜子 有点臭吧 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一点啊 对着一尊蜡像在那边一迎你的内衣 实际到底是遭受了什么 也希望有官部们好好管管吧 好了 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对我们 拜拜 拜拜